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今早由杨国仲和大家讲天气 因为受到季后风的影响 这两天明显又再凉了 如今早市区最低气温只有15度 其他地区的气温都相当平均 介乎最低在将军楼14度 而最高在屯门有17度 天色方面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清楚显示得到 华南地区甚至是南海的北部 继续受到一度广阔的云大所覆盖 预计今日的天气情况 其实跟昨天差不多 继续会是多云的天气情况 详细天气预测会是这样的 我们预计今日将会是多云 有几阵雨 一阻一晚会有薄霧 最高气温会有18度 而风势方面就会吹这个和缓 至于清净的偏东风 接下来几天我们预计 继续会受到季后风的影响 天气图那里看到 华南地区的气温等压线 继续是比较紧密的 而且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中国东南河岸将会有高压炽的形成 现在影响着我们的偏东风 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会进一步增强的 大家如果在这几天会进行一些水上活动 或者会出海的话 就要特别留意天气的情况 而天息方面我们预计 这个星期整体来说的天气情况 都会是多云和有一两阵雨 一阻一晚都会比较亮 最低气温会是介乎14至17度 好了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